今天累吗? 很高兴今天你在这个时候 打开这个频道 让这个声音 能够进入你的心里 也让这个声音会进入你的心里 让你的灵魂 有看到你自己想要看的画面 那你有想过 以前是这个时间的时候 是谁跟你在一起呢? 以前这个时间 没有我这个声音的时候 有谁跟你一起 可以因为一起说说话 或者只是 听着他的声音 就可以到世界的另一端呢? 还有 如果说 你一直习惯在这个时间听这个声音 有一天会不会这个声音听久了 也让你麻痹了 只是变成一个 一定要做什么事情的习惯 而没有了新鲜感 今天要朗读的断不了 就让我想起 这样的逻辑 他好像也在讨论 这样的关系的相处的方式 先别急着为这个关系相处的方式 找一个解答 先让我们的心静下来 让我 为你朗读着 断不了中的第二篇章 在一起 以及第三篇章 这才是重点 出发之前 有一个关于京都的传说 是陈静告诉我的 日本是全世界的交通密度最高 也最发达的国家 但所有想去京都的人都知道 要抵达京都 心里绝对不可以想着 我一定可以有最快的速度 到达这里的念头 因为京都就需要你 从一开始遇见它 就要改变你原来世界的节奏 只要改变你的节奏 就可以改变你的看法 还有你的心 当新的节奏都一样了 你就会跟它在一起了 小多音民宿的这一区 在公车站牌上的名字叫做 绝川丸泰丁 有一条叫做绝川的小溪流 就在巷子外 流水潺潺 像那晚在东港听到的雨声 一模一样 这一区没有让我失望 原来 只要绕到另一条巷子 就会发现到巷口 有一家从早上六点 就开始营业的咖啡馆 名字叫做 嘉飞的木 在已经打烊的咖啡馆的玻璃窗中 有好多怀旧式的咖啡机 跟很多样的早餐介绍 店门口 还停了一辆复古的摩托车 小巷入夜后很安静 像一个灯还没有亮的片场一样 只要灯一亮 那些荡气回肠的戏码 就会开业 历史上的大将军 川端岗城入住的二条城 距离这里只有两个红绿灯的距离 而京都府厅与京都寓所 就在绝川丸泰丁的镇牌旁边 这条巷子在百年前 很可能就是达冠险要出没 军队长征与停住的起点与终点 多少属于京都命运的秘密 与悲欢离合 应该都在这些巷子走过吧 走回绝川 偶尔有一些脚踏车从身边经过 然后又消失在黑幕当中 我想或许沉静 也会像这样的京都人 从远远的路灯下赶来碰面 我终于把我的WhatsApp打开了 打开了那个人的对话框 看看最后他上线的时间 没想到 那个时间正好就是 我抵达小都音的时间 我讨厌自己现在竟然 也被通讯软体中 对方的最后上线时间 这几个字给捆绑住 但此刻我知道 我最想等的人 一直就不是沉静 而是那个人的一句话 你怎么去京都了 沉静这个时候骑着脚踏车 在巷口出现 我们散步 在绝川丸太丁的街上 突然觉得说中文 是一件很过瘾的事 因为不怕旁人听得懂 而发表自己 平常会忌讳的谈话 那个人今天有跟你联络吗 沉静这么一问 我沉默了 这才是重点 不是吗 沉静再问 我还是沉默 如果你来京都 你今天po在脸书上的 每一张图片 我就算今天 一整天都没有跟你碰面 都会知道你在干嘛 并且无论如何 约出来跟你吃饭 所以那个人不可能不知道 你什么都没有说 就来京都了 沉静说完 我回答他 我来京都的目的 不是只为了这个 沉静看了我的手机 你看一下那个人今天有没有上线 你也会注意这个吗 我问了沉静 看啊 看看就知道你们两个谁爱人 谁爱面子 沉静这么一说完 我打开WhatsApp 信心显示 在线上 太有缘了 你快出声呢 沉静叫我赶快发话 我心里紧张得要死 就在想 是否要发出一个表情的时候 那个人就下线了 你太没用了 等等十分钟再看 如果那个人 就这样没有上线 刚刚一定就是因为看到你上线了 然后被你发现 自己现在正守着你就跑了 我回答沉静说 这只是个巧合 沉静看我说完这句话 就没有再记我了 在感情上半斤八两的两个人 也只能靠刺激对方 证实一点自己还有的勇气 我来京都其实还有一个目的 我以为自己已经不会在意 所有分手的原因 但听过沉静回忆他相爱的初衷 我居然有一种 何以不能再挽回的疑问 而且沉静在那时候 秀出他手机里 当年跟前女友分手时候的 最后一通简讯给我看 那是那个女生在沉静搬走之后 用几乎哀求的文字 希望沉静回头 其中有两句话 我一看了之后 我就请沉静把手机收回去 因为我觉得再看下去 是一种残忍 那两句话的意思大概是这样 我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办法 希望能够讨好你 但我完全抓不到你的心 像失去了生命 只想做好一个值得让人爱的人 为什么这么难呢 我问沉静说 你为什么要把这封简讯 一直留在手机里呢 因为我要提醒我自己 曾经这样爱过 不要再伤害下一个人 我再问 我不懂 这封简讯连我看的都快要心碎了 沉静说 你乱说吧 我接着抢的问说 而且我可以完全了解他 对于你想重新做的一切 为什么你不能给他一个机会 沉静很慢地回答我说 你认真了吗 我很快地回答沉静说 而且你现在给我看这封简讯 不是更显得的他的难看吗 我这样说完 才让我跟沉静陷入一种难看 他没爱过我 他难过只是因为他的骄傲 他挫败是因为他的骄傲 沉静的这句话 打破了那天的难堪 而我们那天在东港的东龙宫的神明前 终止了那个话题 因为关于一切 都是来自你的骄傲的这句话 那个人同样对我说过 好在那天这件事没有成为我跟沉静的嫌隙 因为我也交出了自己过去对于爱情的恐惧 而且 沉静还要我非根神明 再为感情求一次签 没想到 一筹签就是一只上上签 我们俩都为了这个高兴的要命 让我们再把场景 拉回进入的这条巷子里 因为我很想从沉静的价值观确认一件事 只想做好一个值得让人爱的人 是不是这样一个爱人的方式 对沉静这样年龄的人来说 都只是出自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骄傲呢 只想做好一个值得让人爱的人 没有互动 那是没有用的对吗 我问沉静 可是沉静回答我什么 你知道吗 他兴奋地说 十分钟到了 你快打开手机 快 如果那个人没有在上线 刚刚一定是在观察你 原来沉静比我还在乎对方上线的记录 我才没当他的面打开手机 因为像是为了自己的自尊 以吸引力 出卖了我一直好好爱的人 京都的秋夜很冷 我们进了超市 我还是偷偷地看了一下 那个人最后上线的时间 果然是留在那十分钟之前 虽然这是京都的第一个晚上 暗场里 应该好好找一家餐厅吃一顿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俩哪里都不想去 只想在超市 像个寻常的京都人一样 过一个寻常不过的周三晚上 我买了一个由管理荣誉式兼修的寿司便当 还有一个季节限定版的栗子牛奶咖啡 和来自路尔岛县直送的蒜蓉酱油膏 配小都因民宿对面那家传统豆腐店买的豆腐 陈庆选了季节水果 还有一瓶黑糖口味的美酒 那碗消费的收据 成为我京都日记的第一个部分 有些话好像不用多说 一张消费收据的内容 与日期的时间 自然而然会勾出一切 转进巷子里 陈庆的车轮 嘎啦嘎啦地 配合着我们散步时的呼吸响着 你真的那么确定 它是因为骄傲才爱你吗 到了小杜英的门口 我还是这么问了 曾经把脚踏车的脚踏 踏好 理了一下自己的围巾 看着我 慢慢地吐出来 接下来的这句话 他刚跟我恋爱的时候 一直活在他前男友 离开他的伤心里面 前男友很优秀 我跟他差很多 我想我在他那段生活中 一直是弥补 那个失去的感觉 而且他很没有安全感 脸书里面每一个留言的人 按赞的朋友 他都想要知道 我跟他们的关系 我觉得他爱的不是我 只是爱我跟他在一起的那段关系 他最害怕的是 失去关系 但不是失去我 我来京都就是想看 曾经回答我这个答案时候的表情 但说真的 那是一张 根本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脸 那张脸 甚至让我忘记了那天晚上 在超市买的东西吃起来是什么滋味 唯一让我 唯一让我也还有知觉的是 我们各自不只紧握着手中那杯温热的黑糖美酒 但我们俩之间 什么话都没有在说 不知道今天朗读的文章当中 你眼前停留的画面会是哪一幕 你闭上眼睛想 哪一幕是你今天最难忘的 你知道吗 或许你清醒了那一幕 你清晰地看见了那一幕 可能就是现在 你和那个人的关系 最重要的秘密关键 我是雷顶 谢谢你今天收听 《问你朗读》这个频道 明天 我们将借由时间 看着在京都 白天醒来的第一个旅程 会是什么呢 没错 就是金格寺 下一次朗读 我们就会看到 一个人 在他生命中第一次遇见金格寺的方式 那我们明天见 有请不吝点赞在这里